大家好,歡迎收看人生勝利組,我是你們的小編,奇 不知大家相不相信這個世界上存在著一個和你長得一模一樣的人呢? 來自拉斯維加斯一個十七歲的女生石灘,她真是遇到一件不可思的事了 事情發生在去年九月,身為聖地亞哥加州大學在校生的她,當時去當地百貨公司逛街, 但其實她並不是很常去這間百貨公司的,而是因為裏面有需要的蘋果直營店才會特別來到這裏 但似乎命運自有安排,她居然見到一個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女生 對方的名叫做Isabel,是一個拯救小朋友的非莫利組織員工 一見到大家的兩個人,就馬上發言話了,嘩,我們生得太像了 於是驚訝的她們會想留下聯絡方式,同時把這個難得的畫面 成坦這件事之後,就馬上在Twitter分享這張照片 興奮地說,你一個是我真實版的複製人 而當中的報告已經很快地掀起一陣熱潮 甚至被分享了兩萬次 幾乎每一名網友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紛紛留意就說,其實你們兩個會不會是雙胞胎呀? 你們的生日是幾時呀? 真是偷偷地希望這個是真人版的天生一對 不如你們盡快去驗血啦! 甚至還有網友說,她們跟女星薩曼莎博斯卡里諾 以及奧利伊卡拉雅以後,爭得非常相似 但慢慢沒想過,之後有一名網友 曝出自己同朋友的相片 而這個朋友跟他們兩個,竟然生得超級神似呀! 成灘呀,見到這一張照片之後,都徹底被嚇到 不但說自己就快要瘋了 甚至跑去詢問父母 自己跟這些人究竟沒有沒有血緣關係的呢? 我張照拿了給爸爸媽媽看 但爸爸媽媽說我們其實真的沒有血緣關係的 但是過了沒多久 又有人分享一張跟他們生得好似的女生相 突然之間找出一連串的複製人 不要說當事人了,連網友們都覺得毛骨悚然 更加建議他們應該去驗到DNA 更加網友表示,這個是不是未劇 黑色孤兒剛剛開始的劇情呀? 結果,連黑色孤兒的Twitter帳號都回覆話了 如果你們需要複製人的話,不妨跟我們聯絡吧! 這一切一切實在令人非常之啞耳 而Santana都提到 現在呢,跟Isabel 持續在聯絡中 希望可以聯絡到其他的女生 如果未來可以穿著同一件衣服一起拍照的話 畫面一定十分有趣啦! 3 4 3 4 5 6 7 6 7